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節的節目 今天是星期日 五月五號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週日 也希望大家能夠收看這個頻道之餘 能夠幫助我的Patreon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些 能夠在Soul Offensive Function 可以贊助我 今天我們會講一些國際 和中國的新聞 今天也會有兩節 關於中央廣播電台 粵語節目 自由廣場桑普時間的一個播出 今天我們專訪李文豪 一個前區議員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都會有兩集 即各有一集 總共兩集 每一集分成兩節 每一次15分鐘左右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我在台灣的電台裏 做這些主持的粵語節目 好了 我們繼續講 幾宗關於國際和中國的新聞 首先講一宗 就是跟郭文貴有關 郭文貴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他的助理 首席助理王岩平 就是最近 在5月4日 昨天 承認跟他 共謀 跟郭文貴 因為貪污的問題 外逃美國 而且已經被控 詐騙被捕 他的首席助理王岩平 就是在5月4日 承認跟他共謀實施一行 旁大計劃 好像Poncy Scheme一樣 詐騙幾千名投資者 超過10億美元 相當大 超過1億美元 路透社 報道 現年45歲的王岩平 在曼哈頓 聯邦法院 承認共謀實施 電信 詐騙 以及洗錢罪 Money Laundering 以及Telegraph Vlog 另外 就是在王岩平 將會跟郭文貴 一起受審的三個禮拜之前 我想未夠一個月 這個郭文貴案就會開審 到時候也會成為一個大新聞 在這個時候 經過很多恐慌 跟他本身的接觸 終於王岩平 提出認罪協商的請求 換言之就是Ple bargaining Ple bargaining 在美國很多刑事案件都會出現 換言之就是 認罪復法 通過認罪協商 求減免刑罰 然後他可能做污點證人 這一點是要跟控方去談 變成是否等於 緩起訴 不起訴 還是起訴 但基本上起訴少些少些的罪行 不得而知 要看下去 黃岩平由去年 即23年3月 和郭文貴被捕以來 一直被關押 根據黃岩平的認罪協議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 托瑞斯 Analisa Taurus 在9至10月 將會在9月10日 將會在9月10日對他宣判 到時候他將會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 當然這個是最厲害的情況 現在押了黃岩平 即是接近14個月的情況 他提前放出來 分分鐘就不需要坐足10年監禁 即是最高10年 是未判的 9月10日判 9月10日判 9月10日之前 他最好盡快認罪 認罪協商的話 分分鐘就會有好的收穫 OK 今天美國聯邦檢察官威廉斯 Damián Williams 在聲明中 黃岩平被很多人帶來了痛苦和損失 他現在要為他和其他人造成的傷害 承擔責任 黃岩平的律師是沒有回應 致平的要求 而郭文貴 就有名郭浩雲 又是Miles Quark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表面上的批評者 也都是美國前總統 川普昔昔日的顧問 Steve Bannon 班農 的商業顧問 郭文貴由9年3月被捕以來 一直被關在布魯克林 布魯克林 並將會在5月22日 就很快 都說不搞一個月了 今個月內就會受審 罪名 是他和銅火 是一間媒體公司 加密貨幣和其他投資事業中 詐騙投資者 在5月4日的聽審會中 黃岩平承認 和郭文貴合謀 2018至23年期間 透過郭文貴的GTV傳媒集團 GTV Media Group 和 Himalayan Farm Alliance 喜馬拉雅農場聯盟 和加密貨幣平台喜馬拉雅交易所 至少你的交易等實體 以詐騙的手段 引誘受害人去付款 這宗案件依然是一個 詐騙案 詐騙案的話 將它收網 很多人就說 你這樣對付郭文貴 那你真是自己自掘墳墓 各位 我由始終 我從離開香港前 做自由亞洲電台 一直做很多節目 做到今時今日 我都不斷重複一件事 郭文貴不是同路人 探官、污吏、放風的所有事 目的動機 否則是真可能是假 目的是咬共產黨內的人 是幫助某個派系 去咬另一個派系 說白一點 幫助習近平去咬王岐山和他的屯火 第二任的時候 習近平要把王岐山丟走 他要這樣做 還有很多其他屯火都被咬的 你說什麼孫力軍 大家知道 咬完了 樹倒湖酸散 搞兔死走狗胖 當然不會理你 習近平還會給你 當然不會 郭文貴自知有問題 於是坐在美國 磅下大腿 他當然拉攏的對象 不是侵侵 是班農 班農早已被投閒自殺 而班農 我不會認為他是一個 值得是大家覺得他 trust worthy的人 OK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蓬佩奧 余茂春 和班農根本上沒有真正的關係 稍為懂得2016至2020年 侵侵當政第45任總統的時候 班農很早已被掃地出門 班農和馬尔斯國的關係 以為他搭通和侵侵的天地線 當然不會 美國政府 無論是跨黨派聯邦調查局 CIA 對於馬尔斯國 是基本上 要看如何弱 你要爆這件事 你黨內在美國咬 即是那些共產黨內的人 有你咬一段時間 咬到差不多了 要收網的 不是幫習近平 是收你皮 千萬不要搞錯 是什麼呢 你本身就是一個罪犯 貪官污吏 民資民高 手掛那麼多東西 藍金黃 多少的女色 多少的錢 你放進口袋裡 你身上的東西 遊艇 酒店 所有錢 哪裡來的 你問完是人工來的 是不是 即是你別以為 你是做正當生意來的 你是貪官污吏 賺到的錢來的 那這筆錢是民資民高 你還在那裡 廿文廿武 然後幫共產黨某些人 去打領那些人 最後是什麼呢 收網 收網的話 就是最後用什麼方法告你 你一個很聰明的 詐騙罪 因為你吸引這麼多人來投資 在美國本地的犯罪 我不告你中國的問題 你怎樣貪污那些東西 是中國的問題 我不會理 我會理你 在美國的犯罪 你Float OK Money Laundering 這樣已經救你死 所以整件事是鐵案的 不能保護的 OK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他一定面臨重刑 重刑 而中國共產黨 也都 沒有問題 霍文貴 這個已經用完 他拿了 你進去燒 他不會加分給美國 也不會減分給美國 但我想說的 不是中國 開不開心 中國共產黨 沒有開不開心的問題 他只不過是說 你幫我處理也不好了 垃圾而已 美國就會覺得 這個是干擾我美國的東西 是美國的痛 要用刑罰來處理 我想說的就是 到今時今日 竟然有很多人 依然相信這些 網上天安 是不是 這些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些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信錯人 你信錯人 你信錯人的話 你當他是個有名的KOL 很出名的可以能言善道的人 就是考言如王 考虧如王 可以每次跟大家去做一些這樣的節目 但我只是說 背後 你有沒有大家要想清楚 哎呀他也說真話 去幫 罵共產黨 罵得很爽 我很喜歡聽 其實這種所謂的心態 講真點 是不是很粗糙 或者講白點 是不是很愚蠢 當你自己 是不是要畫一畫這個人 講完之後 做些什麼 過什麼樣的生活 他真的幫過什麼人 做過什麼事 每個人 我在鏡頭前 都要接受大家的檢驗 有些人 他是說一套 做另一套的時候 更加需要 去小心 尤其一個很重要的檢驗標準 有沒有說大話 如果你播出那些片子 有沒有說大話 這是大問題 你明明沒有做的事 就說自己做 明明做了的事 就說自己沒有做 明明拿多個錢 就說自己沒有吞 明明給別人一些好處 就說自己沒有付 這些東西 充滿了這麼多的片段 大家要知道這些 大家要避免這些情況 不要一錯再錯 大家要張開眼睛 然後你問 桑普我怎樣辨別 這樣 我不是教師 我不是老師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take a step back think through the things 冷靜一點 不要當人家是偶像的 崇拜 搞清楚 幕後的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公開資料 絕大部分的公開資料 當然是冰山露出來的東西 是一部分 冰山下面床 在深水區裡面的東西 當然是多的 你慢慢畫 所以很多東西大家要做功課 不可以懶 我覺得懶惰 是很多很多 為什麼這些人成功 就是大家的懶惰 是這些人成功 詐騙成功的原因 騙人 隱瞞 欺騙 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大家 聽一面之詞 有被害者的沉默 也都有很多 唯觀剝花生者的一種 腦殘 懶惰 固執 挫強 這些東西 我們希望大家都反省 我都提醒自己 都要反省這一點 不要看到有個人 在電視上講到天花亂罪 就當他神明一樣 No OK 好好跟他交流 了解清楚很多事情 這點比較重要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好了 第二件新聞 涉及到跟特朗普有關 順著下去說 特朗普這則新聞 根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 受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啟發 而成立的智庫 A.F.P.I.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近期將會出版 有關安全保障政策建言的新書 內容關注台灣 並說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美國應該藉由強軍 達成以力製造和平 和平靠實力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A.F.P.I. 將會出版 有關以美國優先的 美國國家安全保障的新書 而日本產經新聞 取得有關那本書的內容 特朗普將會獲得共和黨提名 再度參選總統 第47任總統 而這本書由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白宮官員 Fred Flights 就是傅萊茨 美國的前國前副總統 彭斯 Mike Pence 美國的國安顧問 海洛格 Kellogg 前美國貿易代表 梅特海澤 就是Robert Lighthizer 美國前國務院發言人 歐塔加斯 摩根奧特克斯 等人去執筆 所以幾個很重要的重量級作者 Flights Kellogg 和Trump 都多次討論政策 因此這本書可以視為反映 川普本人意向的書籍 OK 書中首次指出 這些很重要 未來11月5日總統大選 如果川普順利當選的話 未來四年的美中關係 美台關係 很值得 由這本書找到蛛絲馬跡 遲些有機會我再詳細講 今天我們先簡單講 書中首先提出 川普執政時 以美國人民為優先考量 在美國優先的政策之下 America first的情況 我再講一次 那些左膠不要再講 America first等於 所謂的封閉的 封閉的政策 或者所謂的門羅主義 或者所謂的這個 和世界各地絕緣的 我們搞自己一套 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 絕對 絕對荒謬 2016至2020年 川普的美國怎麼孤立呢 他不滅ISIS嗎 他不去處理有關於香港的問題嗎 OK 他也都和習近平沒有見面嗎 是不是 他也都看得到 他對於很多世界的危機 包括北韓 他和金仔不見面嗎 這些證據 一個也都放在這裡 個個都是足以反證到 根本沒有孤立主義的存在 美國是美國優先 是美國國家利益優先 我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台灣的總統 當然是台灣國家利益優先的 美國的總統 當然是美國國家利益優先的 請問有什麼問題呢 你不是美國人 於是你罵美國優先政策 很可笑的一件事 還有些美國人 都罵自己美國優先政策 更加可笑 所以我就說 大家要知道 每個國家的領袖 都是為自己的國家利益的 這個是constant來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的話 一定出事 第二件事 美國是否想害台灣 害香港呢 沒有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Taiwan 你看看幾多 在美國成立幾多 為香港人做事的 遊說組織 公民組織 甚至每天 在家裡做事 你就知道了 怎麼害呢 你說沒有幫香港去打 打槽解放軍 我們700萬人 你想一想 憑什麼叫 三億人口的美國 派軍隊來打十四億個國家呢 即是 You think through the things OK 美中關係要惡化 就要暴露共產黨的惡 給全世界看 也都要將 共產黨歷來的惡 全面呈現 說真中國故事 這個才是重要 那我希望大家都要 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執筆 美國優先政策 會帶來和平 而使美國在海外 未新加入戰爭 真正避免戰爭的方式 是必須要準備好戰爭 而有實力贏得戰爭 而使人知道 我的實力是夠 我真是說得出做得到 而你就會怕 才真是有阻嚇效果 這本書批評 美國由阿富汗撤軍 就是拜登時代 是由阿富汗撤軍 令到敵對勢力 看到美國軟弱的一面 俄羅斯侵略沃蘭 中國對台灣加強威嚇 北韓加速核武和彈道飛彈的開發 中東伊朗和親伊朗的勢力的攻勢等等 相較於侵侵卸任時 世界變得更不穩定和危險 我就以以以哈戰爭為例 今次拜登做的策略 今天在夾殺自己 全美國這麼多大學 一個二個在紛紛示威 又騷亂 有些示威者說 要我做Vegan 我要做素食者 這幫左膠軍 去到一種荒謬的地步 而由小學中學大學 不斷散佈左派的毒素 環保 同分 性別選擇 種族批判 這些事情 令他腦筋不太殘 而望見美國是什麼 我想這些情況 會導致很多左派的 極左派的運動 好像六十年代 美金風起雲湧 那些不是叫freedom 那些叫做stupidity absurdity and cruelty 這種情況是相當可怕 美國警察去鎮壓 提前去防範 擴散 現在美國好像有cancer 而拜登坐視這種極左派的出現 是他造就出來的 他使得美國這些左派學生 去對他做抗爭 而亦都有一幫支持以色列的人 對他的抗爭 以色列也不滿意他 巴勒斯坦是不滿意他 這種所謂的中間好人中庸派的角色 幾面不吐好 而事實上 重點不是不吐好 而搞到亂 而他的立場使得事情亂 沒有說原則 沒有說實力 沒有說真相 這一點才是我最可怕的地方 這本書也批評拜登政府實際上是削減國防經費 抬忽於充分投資國防基礎 導致對中國的阻害力低落 因此11月5日的美國大選就是關鍵 是選擇拜登失敗的政策 或是特朗普遭成功的美國優先政策 這本書指出 美國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脅 並非烏克蘭戰爭 這場戰爭其實不是最大的威脅 而是中國 這一點我要告訴大家 我再講一次 我做很多的節目 在台灣 在這個地方和大家做 都講這一點 美國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脅 不是烏克蘭戰爭 而是中國 全球自由陣營和極權陣營之間對你最大的威脅 不是烏克蘭戰爭後面的俄羅斯 而是中國 但今時今日 社會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封鎖禁運 遠遠高於對中國的程度 吃中國的鴉片大馬 錢是照賺 電動車是照滑 法國的總統馬克龍 馬克龍就說 習近平在這裡就對了 肥頭得意 去訪問法國 對了 習近平 我們就要你中國投資法國 法國很多法國際的電動車 不如中法合資合作 另外 你來勸勸普京的好朋友 合作無上限 你跟他講講 停戰 你跟他說 習近平當然說 Mexibuku 他不懂得說 嘻嘻 嘻嘻 走走 後面笑到你掉牙 這些白癡仔 你法國人 所以安全保障 最大威脅 並非波蘭戰爭 是中國對於台灣 要防止中國侵略台灣 要確保台灣需要有必需要的武器和訓練 就是根據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提供足夠的防禦力量 給台灣去做自衛 self defense 未到協防 協防就是我幫你拖打他 自衛就是我給你武器給你 給人員軍事訓練武器給你 你自己自衛 你說如果真的開戰會怎樣呢 是會協防 但是當然他不會寫白紙黑字裡面 他只是說 協助台灣自衛有必要的武器和訓練 基於台灣關係法 關注台灣自衛重要 這本書講到 有關台灣有事 就是說 兩岸有衝突 我們最重要的夥伴 日本 應該讓自衛隊重新軍備 是日本其實要介入這場戰爭 為了對抗中國在東海 南海的崛起 有必要對其他的同盟國 實施強固的支援 強大 而且是堅固的支援 這一點很重要 同時也有另一個人 前美國大使吉爾摩 我不知道台灣怎樣譯 我不知道香港怎樣譯 但是台灣的就是 James Gilmore 就是Gilmore G-I-L-M-O-R-E James 特朗普任命的美國前駐 歐洲安全及合作組織 OSCE的大使 James Gilmore 昨天5月4日表示 他認為如果特朗普能夠再次入主白宮 這樣特朗普將會如同上一屆任期一樣 對台灣表現出支持的態度 這個已經通過這些人放了封給大家聽 先一本書 再加上這個大使 這個不是他們個人意見 It's a matter of concerted action OK 路透社報道 吉爾摩 Gilmore 在5月4日 在台北對媒體表示 特朗普不是一名孤立主義者 Isolationist 我也說過他不是孤立主義者 他的舉動是為了讓美國的盟邦 更重視自身的國防責任 他在每一次被Wisconsin Machigan最近的Ready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問我我要不要保障這些盟國 他不點名台灣 譬如日本、德國、法國、芬蘭 什麼立陶宛、台灣這些 你用美國去承擔保障你 我要看到你肯去有足夠的國防支出 你沒有國防支出 我為什麼要保障你 你不綁水 怎麼會被人保障你 黑社會都要收保護費 警察都要收你稅 你們這幫國家 你要拉到GDP3% 不是太多 3% 你可以給到這個北約 人家就幫你 你連國防經費佔 你GDP3%都交不出來 一個窮L在那裡 他爬爬爬就說 你不幫我 你不幫我 請問為什麼人家有責任幫你 我在幫你打的 我在這個地方頂住 是不是 你如果想我 我投降給俄羅斯 投降給中國 當然不會 所以這幫窮L是用各種方法 扭進六任 在那裡說 我不給錢 我不給錢 拜登就說 你不給錢就算了 大家拍張照 好朋友 好 特朗普就說 你不給錢 即是給你 精理稅 你不給錢可以 加你所有的水 斷腩 有本事 你就倒這一局 你夠膽就倒這一局 那幫人就死死地氣 是是是 給了給了給了 一路口罵 心入不服 但是呢 就覺得 喂你不給錢 哪裡有人保護你啊 所以說台灣應該要 Get ready Pay more And get more OK 這個Jimmel就說 我相信 川普總統當選之後 會支持台灣 他第一屆的任期就是這樣 2016至2020年的時間 就是這樣 Jimmel這一趟台灣行 將會拜訪蔡英文總統 但由於行程的安排 沒有法和準總統賴清德會面 很多情緒心流就不說了 Jimmel就指出 他反國之後 會和川普報告這趟行程的所見所聞 並轉達來自台灣的訊息 我非常期待 讚寫一份備忘錄 然後 懲交給蔘蔘 我們不知道 他如何處理別人 給他的這份備忘錄 但我已下定決心 我要幫上忙 所以我就說台灣 當局 當局也好 我們國家的政府 蔡英文也好 即快要做完 我先不要理他了 尤其是賴清德和他的團隊 記住一件事 OK 你要採取主動 知道美國有這樣的要求 當侵侵即是當政 你起碼私底下 不需要公開 不需要讓我知道 是願意付出國防支出 能夠符合到大家要求 但要換取美國兩件事 一 鬆綁修改一個中國政策 不是原則 是政策 能夠使得一中一台可以發生 即是台灣的人 如果他自發要獨立的話 美國會支持 第二 不只是戰略清晰化 重要呢 是使得美國能夠 即是說呢 改變現在戰略模糊的地方 朝延最戰略清晰 亦都是說呢 承諾協防台灣 和台灣簽訂一個 共同防禦條約 有如兩長時代的時候一樣 即是老長時代的時候一樣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目的 跟著派軍隊來 大量軍艦進駐這個港口 而台灣要get ready for it 亦都愈容易願意肯喊喊教 將波拋坊給川普 川普 川普看他答應了多少 我剛剛上面講幾件事 你答應一兩件事 都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 而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堅持的gender 不是一兩件事 這個是我們的gender 要敢於說的嘛 你不敢於喊價 你說多少話 外面的人說多少是沒用的 是不是 台灣政府要敢於去 和美國政府要求 而不是好像有些幕僚 我聽過他們說的 為什麼呢 哎呀 川普呢 就不要搞了 川普呢 最好就不要 remind him of Taiwan 如果你 remind him of Taiwan 他又開始起降了 又要罵台灣又要精稅又要加我 最好不要吵他 有他不忘記台灣 到他上任的時候 他遲些的關係 他要求我再說 那便永遠處於被動 還有這種所謂 你讓我看到你一種膽怯 沒有膽怯的行為 這種所謂的 coward 的行為 人家怎麼會覺得 我要尊重你呢 是不是 你這麼懦弱 成個懦夫 東亞懦夫 那樣 人家怎麼會幫你 你說我願意給 我願意無天下之大不諱 我願意給 但我要換出一些東西 不是我怎麼跟選民交代 這個兒子 應該要有的政府的對策 不要軟弱 OK 朱茉也補充了 他覺得美台之間的溝通管道 已經足夠勞固 無需充當傳話人 那這些都是 大家知道 他沒有說他沒有做傳話人 那肯定就是 川普對於台灣的防衛看得緊 最後講一件事 就是說 習近平現在豬頭去了法國 訪問歐洲 我在唐傑斯節目都講過 訪問歐洲 有法國 有塞爾維亞 有匈牙利 他在5月6日 去法國國視訪問 眼見兩國家最高的規格交流 將會在中法領導人間展開 其實在5月5日開始 法國境內的維吾爾人表示 法國總統馬克龍歡迎 接待習近平 等同對飽受習近平 政府迫害的圍族人賞爾光 其實抗議的人 亦都包括了很多香港的人 支持這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人 亦都拿去其次去抗議的 人權觀察組織 即中國部代理主任 黃重蓮華 馬克龍總統 應該清楚地向習近平表明 北京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將會為中法關係 帶來後果 歐洲維吾爾研究所 法國籍創辦人 雷伊漢指出 他們對習近平訪問法國 深感憤怒 而對維吾爾人 特別是 對法國的維吾爾人來說 這個是來自 法國總統馬龍的一記耳光 因為習近平是維吾爾人民的賄賜手 曾經被關入中國官方所謂的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就是在教育營 長達三年的遺族女子 海替瓦吉爾的直言 失望 要求法國總統馬龍 向中國的雜豬頭 提出拘留營的問題 即是這些在教育營的問題 並堅決要求關閉他們 維權人士和海外維族人 一致指控 這些設施中有酷刑 強迫勞動、強迫絕育 政治灌輸等一系列虐待行為 聯合國也是去年報告 也詳細列出當地的酷刑 強迫醫療、性暴力和經於性別的暴力 以及強迫勞動的可信證據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議會成員 也藉指中國共產黨政府 對於維吾爾自治區穆斯林 進行種族滅絕 但中國是一概否認的 人權觀察敦促 馬克龍在習近平到訪期間 表明中國政府反人類罪 和鎮壓加劇會對中國關係帶來後果 黃松田指出 馬克龍曾經在2019、2023年訪問中國 但都未就中國惡化的人權情況發聲 呼籲他加以改變 但習近平這次訪法期間公開 即在習近平訪法期間公開關注這個問題 當然 言者俊俊 聽者妙妙 這肯定是相當荒謬的一件事 看到世界各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衰靜 是並未停止的 很多人說這個就是策略問題 就是策略 衰靜就是衰靜 賺錢就是賺錢 無能就是無能 軟弱就是軟弱 就是這樣基本 承認他、面對他 今時公日 今日 就是 《馬可福音》裡面 第十章第十二節 每個人 就好像猜獻 上帝猜獻大家 我們可以揚入狼群之中 要怎麼樣 靈巧如蛇 順良如急 這個聖經的講法 即是說 你今時面對的惡勢力 要有一定的板斧 要有一定的聰明 你要比奸人更奸 你要比他更奸詐狡猾 你的智商 你的能力 一定要厲害 了解對方 知己知彼 然後順良如急 維持你的初心 維持你的原則 維持你的道德 你才是真正是上帝的仆人 明白這一點 才知道 聖經教大家的 不是做一個膠 不是做一個泛倒外的膠 OK 也要做一個 真真正正 靈巧如蛇 順良如急的人 對不對 這個是 我覺得是最基本的原則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我們下一節 再講其他議題 那下一節 兩個部分 都是講 是關於這個 中央公務電台的 我的節目 訪問這個 李文豪希望大家收聽 希望大家喜歡 所以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